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感谢收看三号大叔为您带来的刀桃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继续带来的是PGL布加勒斯特Major 2018年的小组赛 瑞士轮第二轮的比赛由秘密对战VGJT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胜者组的比赛 终于是有了中外对抗,今天的第一场中外对抗的比赛 来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搬选 VGJT上来是拿出了大牛萨尔 秘密拿出的是小强和AA 搬人方面VGJT搬掉的是霍卵巨元,老陈,神牛 四五手是小小和小狗 秘密前三手是电棍,全能,DP 四五手是蓝猫和TA 然后居然是在第三手给Made One就拿出了一个卡尔去打 那么这场比赛看看Ace准备去打哪个一号位 现在是一个问题 VGT这个阵容就是他拿一个大牛加萨尔这两个英雄 确实卡尔是一个解决方案 但是问题在于现在小拿家还在 卡尔迪英雄其实蛮怕小拿家这跟萨尔这种组合的 但是小拿家这个英雄现在能不能拿得出来是个问题 秘密这边现在是 秘密现在手里边是拿着一个小强加A加卡尔 是一个伪全球流 如果他后边再拿个类似像先知啊 宙斯之类的英雄那就真的变成全球流了 但是这个概率相对来说比较低啊 先知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可能性 发大去打一个三号的先知 但是优鬼的话基本上不太可能 VGT选择在第三手拿出的一个九仙去打三 这样拿345的三个酱油位就都已经确定了 Segret想能给Ace拿出了剑胜 这也是Ace的绝活英雄之一 作为一个动物系能力的果实者 他的剑胜算是在所有他使用人形系的英雄里面 打的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 第四手VGT的大哥位准备怎么打 DP了猫TA都没了 那么中单的这个位置 先给塞拉拿了一手狼人 VGT这样比赛的狼人 确实也是一个优先机很高的英雄 因为目前来看的话 秘密这个阵容拿狼人没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案 卡尔如果是走兵雷卡路线 或者是前期比较顺 等级比较高的话 那么还好一些 如果卡尔前期不顺的话 这个狼人就是肆无忌惮 而且剑胜打狼人本身也很吃亏 剑胜如果是跟狼人一对一的话还好 但问题是狼人肯定是带着一堆儿子来 包括小狼人和这个死灵叔 还有支配支配一个野怪 那带着一大堆儿子跑过来 那大爹就是分身果实 大爹吃分身果实没用啊 你给大爹吃个分身果实 那也没意义啊 对不对 分身性果实 这本体特别强 你分身果实才厉害 你给纳美吃一个分身果实 有啥用 看一下秘密在最后一手的这个班人 应该还是要考虑去搬一个打卡尔比较好打的中单 我觉得 Frest的中单里边搬掉的是一个PA Frest他比较常用的中单英雄里面 能够比较好的打卡尔的英雄 我觉得美杜莎是可以考虑搬一身 而且狼人这个英雄本身 他跟美杜莎并不冲突 资源方面来说 狼人倒不像其他的英雄那么偏 就是一号位那么偏刷 完全可以让这个美杜莎去打中 而且美杜莎用来去打对方的 当然打小强可能有点难受 但打其他这个英雄还说得过去 这把应该是个火卡 卡尔这场比赛肯定是会走火卡的路线 比赛当中如果走冰雷卡的话 这个风险确实有点大 而且这场比赛他走火卡的话 其实很好很好用 因为自己的队友不管是AA还是小强 这些英雄用来去配合 这个卡尔天火的前期用来去击杀对方 效果都还是不错的 而且剑胜在边路也是一个比较容易 把对方的血线压下来 然后再配合队友随便给一手控 这些卡尔天火收人头 或者提供助攻的机会比较多 最后一手VG狗选择是拿出了一个直升机 去打中单 那么看看秘密在最后一手的英雄准备去拿什么 拿出了一个钢杯兽 用钢杯兽去对付对方的狼人 钢杯兽去走边路 雅布座尔的四号位小强肯定是定下来的 发大的钢杯兽也是基本上是肯定的 Midland的卡尔加上A次的坚胜 这个应该都没有什么意外 VGT选择是用一个直升机给Fresh去打 那Fresh应该还是去打中路的可能性高一些 塞拉奥狼人还是放在边路去发育 但是这场比赛塞拉奥狼人去打这个 钢杯兽的话其实不是特别好打 他比这样的冰魂这场比赛配合队友的能力 一般吧 应该说 我以前曾经尝试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钢杯兽的一个流派 就是前期用这个钢杯兽去打辅助 一二技能对点的钢杯 当然这么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用钢杯兽配合一个类似像剑胜这样的英雄 前期你一二技能对点 主一技能 就是主鼻涕 然后附这个针刺草舍 然后用他去打辅助 前期在线上用来去帮助队友击杀对方 尤其是配剑胜这种英雄特别特别的凶 当然这个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 就是对方的三号位不能有位移技能 如果前期对方的三号位有一个位移技能的话 这种钢杯就没意义 因为这个BT这个技能 他的初始移速减缓是20% 然后每次叠加以后的移动减缓的话 一级有3% 二级是6% 这个6%是什么概念 如果假设说是一个三级的钢杯兽的话 三级的钢杯兽有二级的年抽比叶 那么这个技能的CD只有1.5秒 换句话说 你只需要三秒钟就可以给对方 就是极限的情况下 你只需要三秒钟的时间 就可以给对方叠加三层这个年抽比叶 然后这三层的年抽比叶 可以给对方在二级的情况下 降低38%的一个移动速度 那么这个移速38%降低以后 再加上还可以给对方去降低护甲 那么这个在前期配合自己 编路的一个强势一点的 一号位击杀是非常非常凶的 但是这种加点的缺点也很明显 就是如果真的打一个辅助位钢杯的话 他没钱 没钱的话 等级又偏低 这个英雄在团战的时候是个废物 就只能是用了只能是用来死宝大哥还行 团战是个废物 这个是一个比较尴尬的点 所以说就是大家在娱乐局的时候可以去尝试 可以尝试这种打法 因为毕竟给对方减速加减甲 这个加到一起的话 这个效果还是蛮凶的 抢服方面双方还是拿 格兹烈士路的双服 亚布座尔的小强 这场比赛 看来是打算要在下路待着不走了 那中路是让这个塞拉的狼人来中 让弗瑞斯飞机去边路了 狼人中路对卡尔的话倒是比较好打 攻击力高 正反捕呢 压制的能力比较强 这场比赛这个卡尔选择是一级加的一个冰球 那这样的话有可能是个冰雷卡 比赛当中之所以冰雷卡一般出场的比较少的一个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卡尔选英雄在作为一个需要大量资源的英雄的情况下 他必须要刷得足够快 冰雷卡刷太慢了 但是冰雷卡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由于选择冰雷卡的话 也就变相 意味着变相去放弃掉了自己这个风光发育的这个思路 那么在中前期 他能够对于这个比赛局势起到的一个帮助 会相对来说大一些 大牛扔上一个魂 这里A过来利用自己的积寒之处压制一下对方的血量 不过这个从压制血量的角度来说的话 前期这两个人都不好压 这两个人的血量护甲都差不多 就是看起来感觉上好像是大牛要更好杀一点 但其实如果仔细看的话 大牛的护甲和这个九仙的护甲是一样的 下路这里钢尾兽利用自己的这个真刺扫射 也在不断的压制对方的一个血量 但是真刺扫射这个技能前期用的太多 尤其是一级的时候用的太多的话 会给对方叠很多的这个魔棒 魔棒一旦叠得太多了的话会比较恶心 对方你在计算对方血量和蓝量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 容易出现比较大的误差 你这种刚被遇到钢三就死了 这种蓝胖子遇到钢三是不怕的 如果两边都是钢三的话 这种钢尾兽是完全可以打的 这里再接着追着A 皮蟹羊这波呢 卡尔没有天火 那这样的话杀不掉 你看这个就是冰雷卡和火卡的一个区别 这个如果是一个火卡的话 这波这个熊猫基本上是必死的 因为当时他没有机会回头 他回头的话会多挨这个尖胜 多挨两刀的平A 多挨这个AA的两下平A 这样的话他就算是躲开了卡尔的天火 自己也还是要死 所以这样比赛 其实火卡的一个应用的空间 我觉得更好一些 小强的这个穿刺 前击的只要升到二级这个穿刺 就可以达到两秒钟的一个悬晕时间 可以完美的去配合卡尔的一个天火 哪怕其实一级 他也可以配合这个卡尔天火 也是足够的 但是卡尔这张比赛 可能是为了考虑到这个中期 或者说过了对线期以后 要应对对方这个狼人的一个冲脸 还有这个熊猫的冲脸 那么选择用这个冰雷卡 也无可厚非 再加上VGJ这个阵容有一个硬伤 就是他的这几个大哥都是脑残 这里递回来以后 亚布哥这里开皮 定一下 但是自己感觉还是要死 一个穿侧 穿一下 不过自己还是被对方带走 漂亮 VGJ的话下路是飞机拿到了 也不做了一个一血 飞机这样的比赛 如果前进能够拿到一血的话 这个帮助还是比较大的 发达由于等级上偏低 拿对方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现在目前下路是两个人领先对方 这两个人整整一级 补刀方面 狼人目前全场第一 在中路 卡尔的补刀只有13-3 这里大牛一脚CT 一脚T踩住以后呢 要单杀冰魂 冰魂这波已经是跑不掉了 不出意外的话 再给上一个C 追过来再一个平A 一个C 那直接带走 回身 开始撤退 A次的下一个转的CT 还有很久 因为这个转的现在只有一级 这里大牛还要再欺负一下A次 这样比赛 从初期的这个堆线 初期的这个堆线和分路上来看的话呢 目前是VJT全面领先 2比0的一个人头优势 而且补刀也是优势 经济领先了2000 我挺奇怪 这场比赛为什么会选择让这个 让这个小强过来去保这个刚备的 还是只是说只是单纯的 为了让这个小强在下楼混用等级 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212的分路比以前要更加多一些 212的分路比之前这种刚三啊 或者是说211然后一个人游走的这种 分路要多了很多 因为现在的这个神符 赏金神符完全不给经验 酱油没有地方升级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问题 这个时候选择让皮蟹羊来到中路发育 这里又递回来了钢贝 钢贝这波僵死了应该已经 这钢贝手上是有个加速啊 有加速的话还行 这里不停的在吃瓶子 这里挨一个导弹 还好没有死 这里小强开皮 这一条踩飞机上来再洗一波 发达大药磕出来以后 过来要强杀Fraze Fraze手上有八个木棒 吃完了以后 哎呦我这个立场真是够恶心的 发达还可以再往前追吗 加速已经到时间了 这里再给上一个导弹 发达这里没有中 转身反杀对方大屁 但这个大牛 大牛这里踩一脚 但是刚被删上的蓝量还很充裕 再接着追往前 一个平A就可以A死 再加一个震子扫射 这一波发达是终于找到机会 击杀掉了一个大牛 这个大牛这场比赛发挥的相当好 还是这里直接是一个吹风 加上磁暴 这个磁暴还炸到了皮蟹羊 能让MD1可以非常开心的回波兰 装备方面已经 钱已经够出自己的一个相位鞋了 那么补刀上面来看的话 狼人变狼过来 要强杀这个发达 这里一个进撇射 打断你的TP 狼人变狼冲上来以后 直接咬猪脸 这个F2的小强 也是被赛拉直接咬死 飞机也在旁边可以输出 完美团 灵魂2 下路 这个秘密已经崩了 这个劣势路打的真的是很劣势 优势路目前只能说是正常发育吧 并没有感觉到优势路有什么特别大的优势 因为皮蟹羊的这个九仙 这样比赛到现在为止有五级的等级 五级半 而且没有死过 还有二十 还有三十个正补 比如说皮蟹羊的这个九仙这样比赛 发育的也不错 三条线目前来看的话呢 是一路大优 一路军事 然后两路军事 一路大优 这样的一个情况 狼人这里已经是草鞋支配头盔在手 打野都已经可以开始无伤打野了 并且这里运气不错 招到了一个熊怪 对于狼人来说 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是这个招熊怪的性价比更高 熊怪加上这个支配头盔的一个攻速光环 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小狼的攻速 可以达到224 0.67秒咬一口 就是一秒钟大概能 三秒钟能咬 这个两秒钟能咬三口 多一点 正好是两秒咬三口 没有多一点 我歉 A次这个地方被对方的一个大牛给欺负的不行不行 这里PCM想过来抢服没有成功 还是被这个拍笔将A拿到这个神服 发达的钢杯兽装备方面 第一件装备要做一个 先锋盾 等级方面 现在卡尔跟狼人的等级一样 然后是六级的九仙 六级的 这里吹风 死爆 给上极冷 炸空蓝 小强过来给上一个穿刺 但是狼人变狼过来咬卡尔了 卡尔这里切一把隐身 对方带粉了 这波Made 1凉了 这个Made 1凉了 这里再递回来一个小强 小强开皮 定一下 把对方最高伤害的一波技能全顶掉了 赤魔瓣回身 一个穿刺 没穿出来 又是被塞拉的狼王塞拉的狼人 直接啃死 那么这样A4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找到一个去中路支援的机会 狼人在打完这波以后的等级 来到全场第一 经济全场第一 先剩第二 卡尔的经济目前是3200 但其实讲道理的说 卡尔现在的一个经济 比我想象中的要好 因为卡尔冰雷卡这个英雄 在前期能够去保证自己的经济 在没有办法收到任何人头的情况下 能够保证自己的经济 没有落后太多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勉强算可以接受了 这里想去单杀对方DDC 没有能够成功 下落看一下肩上 这里选择是直接赚加TP了 萨尔这个点 这场比赛到目前来看的话 他的恶念偏视起到的作用还是比较不错 这里又是开着P挡一个导弹 按照这条CT应该能踩住 没踩到 这个卡尔跑的是有点快 这个高的四级雷 再加上一个相位鞋 却是跑的有点躲不开 由于卡尔的这个磁暴这个技能 现在是可以回馈 就是卡尔自己可以得到一个50%的魔法回馈 炸掉对方的蓝可以回复吸收50% 包厢这个去看喝水去了 喝水去了 这里Frez击杀掉了Ace Ace这个剑圣死一次还是比较伤的 这里框入了 大牛过来给上一个魂 跟着走 萨尔这里一直贴身 飞机 飞机由于带的是一个假腿 移动速度不是很快 那么这里小强开一个皮 这一半拍一个地板 一棒子 皮鞋拿到这个人头 现在双方的人头数 已经是来到了一个8比1 VGJT在前期拿到了 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的 一个人头数的优势 但是经济方面 只拿到了1000块钱 出头的一个领先 这个不是一个好现象 说实话 刚被兽的经济追上来了 刚被兽在前期 他的对线 虽然说你感觉 他好像总是被杀 但是 其实到到现在为止 只死了一次 看见皮鞋羊 皮鞋羊这拨感觉 好像被Ace了 没断这里是利用一个 激朗直接配合小强的输出 带走了皮鞋羊 这样的话 人头数追到8比2 发达这个地方 好像是有一点点危险 但是赛拉不要去追这个家伙 不要去追这个家伙 打不过的 还好 赛拉这拨真是运气好 家长 剑兽的无敌掌 再斩到他身上一刀 他就死了 不要去追这个钢被兽 现在这个钢被兽 你别看前期 这个钢被兽 日子过得很惨 但是钢被兽 这段时间 把自己的经济 补起来了 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他第一件装备 出的是一个先锋盾 你根本就挠不动他 比赛打到12分钟 现在人头数来到一个8比2 秘密的经济已经是反过来领先了 反超了已经是 刚被兽下一个装备准备去做的是一个勋章 这肩顺过来开个转 清掉一波大野 好几波大野 这应该是三波大野 立一个棒子 看看战场另外一侧 发达这时候开始追人了已经 发达这里 萨尔大招立场 框住了 框住了钢被兽 钢被兽这里用后背 去顶一下对方的炸弹 A的大招飘过来以后 中 萨尔这下还是很疼的 看一下九仙 九仙这个半天没放出来变身 没开始出来变身 小强被对方撒一个粉 这时候没有办法用技能 只能吃魔棒 大牛一脚CT踩猪 刚被兽没有拦了 亚伯作尔这里开一个皮 但是又是被萨尔的一个立场框住 飞机交大 亚伯作尔应该是直接被带走 然后再往前上去找一个刚被兽 刚被兽这里应该是可以扛很多的伤害 但是队友没有人 而且这个时候 对方疯狂的过来洗猪脸 猪脸直接是被打爆了 九仙 九仙 九仙的这个位置 好像是有点 突得太靠里了 但是没有人能过来 卡尔吹风完了以后 没有后续的伤害 没有技能了 这个卡尔 没蓝 塞拉呢 推到中路一塔 剑胜这波并没有赶到战场 他选择是在上路继续去发育 先做出来自己一个剑胜球 剑胜选择出装 是要做的一个狂战斧 现在这个版本 卡尔的蓝量确实是太主播级了 而且卡尔刚才这半天 一直没有来得及去用磁爆 把自己的蓝量吸回来一些 这个也是比较尴尬的一点 但是现在双方的经济差 还是没有 拉开 甚至仍然是保持在秘密的经济领先 这个人头数优势这么大 然后推塔也推的 这波打完了以后 顺利的推到了防御塔 然后经济仍然没有领先 这个就是因为 你在每一次进攻的时候 投入的兵力 都是你几乎全部的兵力 而对方至少有一到两个人 是在保持自己的经济发育 先上这波转家TP 这里绕到后排 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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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开皮 开皮 开皮 这不开皮吗 这小强 这小强喝多了吧 开皮 踩大牛大呀 这个位置 这大牛一脚CT 踩一下 这个飞机要承受很多的伤害 但问题是 剑胜不在 卡尔已经死了 这波Fraze 强行被击杀掉以后 看见萨尔 现在已经是空蓝空血了 萨尔空蓝空血的话 这里给上一个极寒之错 两个人追着 Ace一个萨尔 那么这样的话 Fraze跟萨尔两个人 被击杀 换掉对方的一个卡尔 这波团战打下来 我倒是觉得 这波过来找剑胜了 剑胜的转已经用过了 剑胜的转已经用过了 他现在身上没有TP 那么 这波这个剑胜 应该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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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胜现在身上连存款都没有 他应该是狂战斧 刚刚做出来 正在运 这狂战斧正在运 10秒钟 这个剑胜应该是扛不住 这个对方对他10秒钟的输出的 两三秒就死了 这波合击死了以后 剑胜是刚好拿到自己的一个防战斧 这波杀完了以后 赛拉的经济倒是还不错 但是Fraze的飞机的经济 Fraze这个飞机的经济 真是问题很严重 而且狼人这个英雄 现在这个版本 如果你想用狼人这个英雄 打得很顺 去很快的赢得比赛的胜利的话 你一定要能够杀完人以后 推得了塔 要能上得了高 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如果做的不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那你这个狼人拿出来以后 就是后期会越打越疲软 这个英雄 虽然说狼人在后期的时候 可以加8秒的变身持续时间 然后可以通过 丧心命狂一点的 有可能会出个灵魂心之类的 到绝对让自己这个变身 几乎永久保持 但问题是永久保持也没用 因为你上不去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这卡尔极冷 技能给让以后第一个平A的小斌身上来 这个时候一个吹风 没有技能 这里来得及吗 没有来得及 切技能 这被对方洗脸 切不出来技能以后 直接被狼人上了一巴掌拍死 还比较 这里是一张TP 成功的回到了家里边 但是卡尔又凉了 这张比赛 这个冰雷卡 其实 这种冰雷卡 就是打成这种局面的话 冰雷卡这个英雄是很尴尬的 因为冰雷卡紫愿出来以后的第一波 是最关键的一波 这波如果他能打成了 节奏非常凶 打成了以后 可以让他的 这个装备在短时间内 再攻出来一个大件 这波狼人直接选择变狼 上来找钢贝 钢贝这个地方 目前是先锋盾 加上大勋章 被对方直接是过来打猪脸 围了一圈 发达了这个 往哪转 都是人 尖尚被吹起来 尖尚这波也要凉 开转 开不出来了 开不出来 被萨尔大招立场 直接宽住以后 尖尚也被带走 那么这波打完了以后 VGJ终于是把双方的 经济差拉开到2000加 据说Frez拿到双刷以后 经济来到7800 超过钢贝兽 马上能够追上剑胜 而且剑胜现在在独秒 Frez要稍微刷一刷 就可以反超剑胜了 这波是 打完了若山盾 击杀到了对方的大哥位 和这个三号位的一个钢贝兽 而且这两个人很肥 FZ这个位置也凉了 FZ这个在树林里边 未必能发现 大牛一角CT踩住 Nice Nice VGT这样比赛 如果能够战胜秘密的话 这个VGT的气势 即便就起来了 在这一届比赛的气势 就起来了 就现在来看的话 还是希望很大 因为目前他们所需要出的一些核心的装备呢 都在一件这两个外套 飞机的BKB快出来了 然后狼人的这个三级书已经出来了 下架装备再做强席 这个AA这个地方又是要凉了 临死之前放了一个大段 砸中对方两个人还真是 还比这临死之前真是干了点事 这里FZ是被定住了 但是刚被兽又被递回来 又是被对方一群人直接洗脸 直接洗脸棋子了 发达的这个刚被兽在自己应该是最强势的一段时间 连续死了两次 那这样的话 对于VGT 大家不要着急 就是VGT这个推塔的问题 VGT这个推塔是什么呢 他只要找到一波机会 是可以直接连把你两塔上高 甚至基地 因为狼人有三级书 再加上自己的这个支配头盔 所提供的一些额外的光环 他的推塔是非常快的 他不一定说非要急于 我现在很短的时间内 把你所有的外塔都拔光 我所有外塔都拔光 其实对于这个优势的一方 未必是一个好事 有的时候 因为你如果把对方所有的外塔都拔光 那么你带线的时候 有可能要把这个线带到非常深的位置 才能刷到钱 这样的话就会给对方找到一些机会 能够去把你的人都给你杀了 而你在经济优势的情况下 对方只要翻你一两波团 这个经济场面上直接就是 直接就会逆转 下路一塔高破 大叔大胆预言今夜三幻神全部翻车 看一下这个二塔 你看这个就是他只要拿到优势以后 有狼人这个英雄就是这点好处 这里递回来以后 A的一个大招中 中了以后看一下这个钢培兽还是多扛了一会儿 多扛了一会儿还是被击杀掉 而且这个小强也要死 飞机直接顶着BKB上到高地上了 这波AA也要凉 卡尔目前身上是贴了一个陨石推波 但只有三级的火 只有三级的火 这波又是被这个VGJ直接追出来一波零换三 只剩卡尔跟剑上两个人没有死 而且这波打完了以后 狼人是可以直接带队上高的 三级出现在虽然没有 但是召唤生物 加上招的这个头狼再加上自己本体的一个输出 然后还有自己所有的队友现在都还在 尖胜选择是跑到对方的家里面去跟对方换家 但是拆的人只有你一个 你这个拆的速度跟对方差的有点略多 卡尔这里一个吹风 A的一个大招下来以后 尖胜这个地方跟塞拉要硬钢一波 塞拉这里 这个无敌斩 无敌出来以后塞拉并没有被斩死 又是最后几刀关键的时候斩到了这个小狼的身上 大牛这边一脚cd踩住两个人很关键 那个钢背兽是被一个额面拼式看回到了圣坛的第一个位置 上路的高地坦的是被ace强行给拆掉 然后一个专家tb能走掉吗 走掉了一百血差一下 而下路的这个位置大牛则是被 没对方最终找到以后留住完成击杀 人都说22比5 秘密这一波团战打下来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秘密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出来的最好的一个结果了 就这波团战他们能够打出来的最好结果 剑胜在上路带线并没有被击杀 拆掉对方上路的高地坦 而下路的高地虽然是被破 但是至少没有去死掉太多的大哥 这波就已经是能够打出来的最好成绩了 但是即便如此 双方的经济差仍然是一路向北 雷小强 小强这一波被对方撒一个雾 看到了 看到了 这小强肯定是凉了 开个皮拖一点时间 开个皮给一个穿刺 摇一个允星锤没摇出来 你看这个小强又是一个出允星锤的小强了 这场比赛出允星锤的小强一定是建立在自己其他的队友能够让自己有这个机会去摇出允星锤 他跟这个小强完全是两回事 他不逛街的 现在上路前的装备是一个狂战双刀 允星锤小强就是跟着团战去打 就是跟着去接团 把自己完全当成一个控制去打 他不去逛街 逛街的小强还是去出这个类似将跳刀之类的道具 效果要更好一些 这波赛拉已经是三级输加强袭加支配 光环已经非常齐了 那么这波高地没有肉山盾 飞机的BKB还有9秒的情况下 想要墙上风险还是有一些 这个小强又是被对方 你看这个又跑出去逛街了 这种小强真的不太适合逛街 这大牛角CT居然还踩到了剑兽 卡尔赶紧上来去掩护一下 但是其实卡尔的一个站位挺危险的 这里真假眼全都是VGJ的一个眼位 那么这一个眼是看到了大牛 看到了这个9仙 9仙这个狗屎院 9仙这个狗屎院 急速冷却套上以后 卡尔第一个平衡A上去以后出了一个被动的miss 出了一个罪权 没有被击晕 VGJ又是一波开悟上来找人 看看最后排有可能被留住的还是这个小强 我怎么觉得 看到人了 看到人了 这里是钢杯兽 一个人顶在后面 目前还没有人去破被动 这里一个恶劲批事 看回来以后卡尔一个吹风 但是这个钢杯兽 钢杯兽可吃了很多的伤害 还是要死 飞机开始BKP 高兽火炮 一顿疯狂输出 剑胜已经被打成了一个残血 跑不掉 跑不掉 塞拉直接完成双杀 这里小强扔一个陨星锤 砸下来以后 选择是直接TP 回家 没有被留住 A这波被对方一个石头甩脸 再跳上来给一个拍地板 A临死之前 放了一个大招 卡尔的一个推波不错 帮助自己拍臂将 这里是活下来没有死 这里给上一个穿字 留住了狼人 但是卡尔的输出不够 大球给上一个大招 去掩护一下自己对手车队 M1选择是在紫苑以后 直接跟了一根BKP 你直接跟BKP的话 蓝不够呀 蓝不够 而且目前这个卡尔的等级也不高 全场等级第一的是狼人18级 卡尔目前跟剑胜 九仙飞机一样是16级 那么等级低的卡尔 也就意味着伤害不足 冰雷卡还是要更多的 依靠自己的吹风磁暴 去在团战的时候 影响对方的一个蓝量 这个其实在这个团战当中 很让对方难受 卡尔刚才的一个推波还是不错的 卡尔一个推波 把一个冰魂救下来了 一个推波一个冰墙 那么后续这个VG这几个人跟不上 这个主要是因为狼人没有做BKP 狼人先出的墙鞋 如果狼人是一个BKP的话 这个冲来直接就咬死了 现在地图上圣坛 两个圣坛也全部被拔掉 秘密现在整个地图上 没有任何的一个利用建筑物 可以去支援的地点 下路高地被迫的话 还有一路大兵的一个劣势 VG目前在场上 有一万的经济的一个领先 形势一片大好 而且关键是剑圣 目前的正面刚不住 卡尔也没什么卵用 这里给上一个子愿 BKP开启了 皮结扬有大招的 A在另外一侧 一个大招砸中对方两个大哥 但是发他已经死了 然后圣贤秘密的两个大哥 被皮结扬一个九仙 一个人追着两个人跑 这里过来吹一下剑圣吗 剑圣提前选择开启了赚家TP 卡尔从另外一侧 选择找位置TP 亚布泽尔又是被狼人过来直接追 追上了以后 依靠自己的死灵说A死 NICE 灵换三 塞拉超神 AA居然是成功送野了 你敢信 AA送的哪拨野 AA送的这拨野居然是送成功了 大叔今天压的是不是都熟了 是的呀 今天全黑 到目前为止全黑 今天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大叔返买别书靠海 我跟你讲 先生这拨开转 但是转完了以后没有TP 移速还没有 对方快跳刀来不及用 被对方直接递回去以后 萨尔大招立场匡住飞机过来一顿洗脸 大牛一个大 收掉这个人头 卡尔这里一个 这是大牛自己的吹风 落地以后中了一个A的大 狼人变狼过来直接找Papi Papi开启一个滤杖 然后准备撤退 没有走掉 卡尔这里是BKB加TP 走掉了 但是亚布泽尔的小强 又是被皮铁羊开始BKB上来 直接抽死 武僧啊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这个皮铁羊是个踏风的武僧 是一个踏风的武僧 不是那个什么的 VJT这里选择 告诉他对面卡了 卡尔这样比赛 这个BKB出来以后 整体的一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起码帮助他成功几次BKB逃生 这波9仙选择是直接上来 开变身 开变身 加快拆打的速度 哪能跟你拖时间了 直接破你两路 拿下比赛完事 这里中路高地高破 卡尔这就是被9仙 这个风熊猫给吹起来 6秒钟落不了地 VJT这场比赛基本上可以说是把这个秘密给打爆了 完全是打爆了一个状态 这样的话会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 就是秘密跟这个液体 两支队伍都要跑到这个 都要跑到明天的比赛败者这边的去打比赛了 如果说这两支队伍遭遇了 他就有意思了 这两支队伍一旦遭遇了 就注定有一支队伍一定成绩会变成一个一胜两负 那一胜两负以后就有可能面对着小组在淘汰的这个情况 这场比赛除了赛拉狼人全是打得好以外 也是秘密这场比赛这个阵容完全打不了狼人 这狼人一出来以后 秘密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怎么打 阵容拿出来赢一半 狼人你处理不了 就是卡尔这场比赛打冰雷卡 其实就是已经在努力的去解决狼人这个点的问题了 但是仍然是解决不了 因为如果你要是拿一个火卡出来的话 这场比赛这个狼人更肆无忌惮 这真的就是直接出一个BKB冲在你脸上 你就是必死 三级书一开本身还有繁衍 你卡尔连跑都跑不了 说解释一下瑞士伦规则没看到 瑞士伦在公众号上都已经说过了 网站上也说了 视频里也说了 微博上也说了 不再解释了 发达这个地方又是被对方直接一波急火带走 根本现在发达就站不住 那么钢飞兽直接选择买活 但是VGT已经是破掉了上路光地塔 卡尔在另外一侧 现在这个技能也是完全没法给 亚伯作也是被打成一个残血 飞机直接开始高肉火炮 这个所有人就空了 塞拉开起BKB变狼 上了一顿挠 发达这个刚刚买活的钢飞兽 现在也是被这个塞拉直接追死 等级上差太多了 差了七截 亚伯作这里也是被对方的宝石大牛追上来 直接A死 nice 今天这场比赛打完了以后 那么现在中国战队的VGJ 也是直接拿到了两胜零负的一个战绩 在瑞士伦的比赛 换句话说 如果在明天的比赛当中 VGT再下一城的话 咱们就可以直接晋级了 直接晋级到这个淘汰赛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录到这里 没有特别多值得去总结的东西 阵容方面 狼人一拿出来 基本赢一半 这是一方面 还有就是 这场比赛确实整体下来 没有感觉到 秘密拿到这个阵容以后 有什么特别多的一个想法 卡尔这手拿出来以后 没有去拿特别多 能够去配合卡尔的人 而且实际上这场比赛 如果你真的要是想配卡尔的话 边路这些人应该是配火卡 你配冰雷卡的话 可能是为了去打对方的 一个狼人防冲脸 但是冰雷卡的防冲脸能力的话 还是要建立在自己的队友有输出 否则的话 冰雷卡是没输出的 这个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好了 那么这样吧 这场比赛给大家做到这也会上了 说咱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带来下一轮的比赛 预告一下 下一轮比赛的对战双方 好像是newbie吧 我记得下一场比赛对战的双方是newbie newbie对战OG 好了 那今天比赛就到这 咱们稍事休息 下一场比赛见